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注意脚步哦 李宗盛没事吧 我扶你起来 原来是因为地上有青苔才会滑倒啊 同学们 来看看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植物吗 这就是青苔啊 老师 它是一种藻类吗 不是哦 这叫做土马棕 是一种险苔植物 老师 什么是险苔植物呀 之前有介绍过 植物分成四类 险苔植物 蕨类植物 螺子植物 贝子植物 同学还记得吗 我想起来了 老师说过 植物界中没有维管树 又很矮小的就是险苔植物 原来这就是险苔植物啊 险苔植物因为没有维管树 所以个体都比较矮小 而且需要生活在比较潮湿的地方 老师 为什么没有维管树的植物 就会比较矮小 还需要生活在比较潮湿的地方呢 这问题问得好 我想请大家先想想 维管树有什么用途呢 我知道 维管树可以运送水分与养分 没错 所以如果没有维管树 水分无法被运送到高处 植物就不能长太高咯 另外 植物学家所指的根莖叶 是具有维管树的构造 因此没有维管树的显台植物 长得很像根莖叶的部分 被称为甲根 甲金和甲叶 所以这些绿色看起来像叶子的 都是假的吗 它们只是装饰品 没有功能吗 甲叶还是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只是里面没有维管树而已 另外 显台植物是最早适应陆地生活的植物哦 棗类都生活在水中 那显台植物要适应陆地缺水的环境 是不是得有特殊的防水构造呢 没错 显台植物体表具有可防止水分散失的角质层 咦 我发现图马中有很特别的棒状构造 那这是什么呢 小树蛙观察得很仔细哦 这是包子囊 显台植物是采用包子繁殖 关于显台植物我们来考考大家吧 下列有关显台植物的叙述何者正确 A 需要生长在潮湿处 与藻类是同样的类群 B 主要采种子繁殖 C 外表有角质层可以防止水分散失 D 具有围管束可以支持植物体 答案为C 枣类是原生生物界 并非植物界 跟显台植物不是同一个类群 所以A是错的 显台植物主要采包子繁殖 因此B是错的 显台植物没有围管束 所以D是错误的 显台植物外表有角质层 可以防止水分散失 C为正确答案 同学们都答得非常好 你们看 山壁上有一片片平平的小叶片耶 真的耶 这又是什么植物呢 这是另一类常见的显台植物 叫做地钱 我们常在潮湿的山壁上可以见到它 它是地上的钱吗 名字怎么这么有趣 地钱这个有趣名字的由来 是它的形状与古代使用的不前相似 因此取名为地钱 现在我国中央银行的标志 也是采用同样的图形哦 那地钱也是因为没有围管束 个体矮小 所以被归类为显台植物吗 没错 同学们 再来做个练习题吧 下列关于图码棕的叙述何者正确 A 甲叶是甲的叶子 因此不可行光合作用 B 只有甲根 因此不能吸收土壤中之水分 C 甲精里面并没有围管束 D 通常个体高大 答案为C 甲叶与甲根都只是没有围管束 还是可以行光合作用 与吸收土壤水分 所以A和B都是错的 图码棕是显台植物 通常个体矮小 所以D是错的 甲精 甲叶 甲根里面 都没有围管束 所以选C 同学都答对了 那我们最后来复习 今天学到的内容吧 显台植物特色 一 是最早演化上路的植物 二 体表具有角质层 可防止水分散失 三 不具有围管束 所以没有真正的根精叶 个体通常较为矮小 四 主要型包子繁殖 五 常见栗子 地前和图码棕 种植兰花经常使用的泥炭苔 又称水苔 是一种显台植物 根据图片推论 它是显台类中 比较像图码棕 或是地前的种类呢 请教你的答案留言在下方哦